今天是4月23号的世界书香日 宜蘭市公所特别在西民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了发现初食好味道的好书导读活动 还邀请到作家唐唐老师 跟民众分享乐活健康吃的养生之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在宜蘭的饮食文化 也借此推广阅读风气 423世界书香日 宜蘭市公所邀请到发现初食好味道的作者 苏富家唐唐老师 到新民社区来 导读好味道这本书 分享如何用天然食材 乐活饮食 健康上菜 看着吃的就很香 这个香就是我们心灵上面的享受 设计有很多种 是口气设计也好 是孺性设计也好 还是说我们煮吃也有设计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是特别赞堂堂老师 来用他自己所做这本事 来给我们教 教说我们要去擦菜来吃 所以说这是苏香 苏香 苏香日推广阅读风气 也可以和初食一起慢活 发现初食好味道 以摆脱三高快乐生活为题 书中介绍如何以天然健康食材 变化出73道低油低盐高鲜低热量 谷物书食餐 分享的是自然养生之道 你可以随手随意取材 很简单取得材料 然后做法很简单 然后很健康 最重要是很好吃 对 因为健康的东西呢 不好吃的话你就吃不下嘛 它应该是 它也不是的 它应该是算是我们自己的创意料理 应该是自己的创意料理 因为如果你想要做好吃的东西 第一个你就是要去片场美食嘛 然后片场美食之后 你就会有一些自己的东西 唐唐老师今天不但进行导读 还现场示范制作健康蔬食料理 并以有奖珍答的方式 送大家健康食材 一旦希望记者黄竹汉自摸不到 很简单的